- 欢迎光临,我是乐比,今天呢,要邀请到我一个超级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小学妹,Windy! - 你不能只有哈喽,你还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 哈喽,我是Windy。 - 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做什么? - 我最近刚好在媒体业工作,就算是兼职,就现在课子有两天,然后其他天基本上都在上班。 - 你很上进诶。 - 我自己那时候念中文的时候,其实就对新闻很有热忱。 - 这样讲好关腔哦。 - 但我那时候真的蛮喜欢新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东西。 - 然后大三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在补习班打工。 - 然后在补习班的时候会学到很多,比如说像管理脸书,就是有点算是小编的那种概念。 - 你补习班还要做这个? -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要去补习班打工之前,就我跟我妈说,我蛮想要去打工的。 - 我妈跟我说你去补习班,因为补习班很轻松,才没有。 - 她跟我说补习班超轻松的,就是感觉补习班就是打闸。 - 然后叉叉黑板啊,点名,对,然后千千连络簿什么的。 - 但我那时候待的是高中的补习班,杂事超级多。 - 灵灵要讲一下你去上班到你下班,中间过多久,然后做哪些事? - 呃,我上班有时候是大部分是下午三点到六点的之间上班。 - 我下班的话有时候会到凌晨一点。 - 太夸张了吧,你是老师吗? - 不是,但我有时候会到凌晨一点,就是加上开会什么的,就到凌晨一点多。 - 然后十二点半之后。 - 这样子它是时薪给你五百是不是? - 没有,时薪一百七。 - 啊,那怎么这么忙啊? - 就是我想一下哦,上班,呃,会管。 - 基本扫地拖地这些都要做吧? - 哦不用,因为扫地拖地会给其他公读生做。 - 就是刚进去的时候,这些我要做。 - 然后后面有点算是,你变老鸟之后,就是新来的做这样。 - 就是有点升职的概念。 - 我觉得有企业管理耶。 - 就是你不需要做杂事,就是就算你要做杂事的时候,老板会说让谁谁谁去做就好了。 - 哦,你在那边待多久啊? - 呃,一年。 - 所以你一年的时候已经算是资深了? - 呃,没有,我四个月就资深了。 - 就流动率很高是不是? - 很高,不像流动率超级高。 - 很多人做不下去是不是? - 嗯,很多人做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大家会卡在一个店房。 - 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在前学校的时候,在学校打工,然后刚好是做那个植牙规划的一个,算是教大家怎么去做植牙规划。 - 可是我那时候才大一,所以就是老师会教我怎么去跟比我年纪还大人,讲说你以后该要做什么事情。 - 学长解说。 - 对,我觉得很荒谬。 - 没有,因为我才大一,然后。 - 整个荒唐。 - 对,然后要去上台,然后去讲,就是讲简报。 - 然后跟大家说,你们要去做一个叫什么。 - 呃,ICANN,就是教育部的一个。 - 我知道我在ICANN,我们那时候也有做。 - 对对对对,然后去教他们怎么操作那个步骤。 - 然后包括说,呃,教他们。 - 怎么看你的兴趣量表啊。 - 对,然后或是说你毕业之后什么自然的凭证啊,然后健保这些东西。 - 这么夸张。 -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纸半截,但就是。 - 硬背然后硬上。 - 呃,也没有到硬背,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就会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 - 因为我觉得我念的科系不算是找出路很轻松的。 -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系你要自己要很努力,你才可以有办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 不然就是你不能自己选工作,只能等工作来选你。 - 总之就是我觉得补习班和在学校工作是一个训练我,就是台风和对外就是个性都变得比较活泼。 - 因为其实我觉得。 - 我觉得你活泼很多。 - 嗯,我以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内向。 - 就是我连分组,刚开学分组,我都是坐在位置上等别人来找我的那种。 - 但是你的IG跟你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很活泼的。 - 嗯,就是。 - 有没有很多人这样说? - 对,就是在网路世界吧。 - 没有相处到,所以在网路世界可以就是讲干话,然后打打嘴炮。 -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没有到很爱念书,所以就会一直玩IG。 - 就会想要认真去经营自己的这个东西。 - 那你这样子很早就在经营媒体啦,自媒体。 - 哦,对对对对。 - 可是那时候你可能比较没有议题。 - 对,那时候不会意识到什么是自媒体。 - 可是你却做得很好,因为其实很多人在follow你,在你的IG上面是有影响力的。 - 算是吗? -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蛮认真在研究自媒体这件事情。 - 因为你也知道我有在做自己的IG嘛。 - 然后我也是从零到现在两万多。 - 就是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 -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后期我越来越去研究,我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 - 可是我觉得我只是为了增加粉丝,当然能够增加粉丝是很好。 - 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提供更好的内容。 - 给我自己跟给大家。 - 因为其实写这些文章最后最收获的还是我自己。 - 因为我自己最大的提升跟成长,还有做一个记录。 - 可是我也很想要分享这些生活经验或是想法或价值观给再追踪我的人。 - 对。 - 所以我觉得你做自媒体做得很好啊。 - 嗯,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一块。 - 所以我之后后来上了大学,也很想要往媒体业去走。 - 哦。 - 讲到媒体,就是后来我大三的时候,加上写稿。 - 可能从大一就有在写一些校内的那种新闻社的稿子。 - 所以后来我到大三的时候先去应征了某一间。 - 嗯。 - 你刚才你讲出来是吗? - 对。 - 某一间报社。 - 对,报社。 - 然后它是线上的新闻网。 - 嗯。 - 先去那边,然后应征了晚班的编辑。 - 所以你是在104上面看到这个纸缺,然后自己投履历吗? - 对对对对。 - 嗯,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个学长,就是我们学校有某个学长也在那边工作。 -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这工作的内容。 - 然后给了我主管的mail,然后主管就请我直接丢一些履历给他。 - 然后再去面试、比试。 - 哇。 - 对。 - 然后比试完之后,就是他会当场跟你说你的稿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 然后就录取了。 - 马上录取。 - 然后你就直接去上班了。 - 然后你就直接去上班了。 - 对,我就直接去上班了。 - 所以就迟掉了补习班的工作。 - 嗯,对,那时候中间就是跟补习班交接完之后,就进到那边工作。 -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跳到现在的公司。 - 就是另外一间报纸。 - 对,也是线上的新闻网。 - 但这一间离我比较近。 - 哦,所以你是因为地点的关系。 - 对,因为还有时间的关系。 - 因为前面那一间,我觉得那时间太晚了。 - 我可能回到家都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 哇,你现在就是过上班族的生活了耶。 - 对,现在这边就是真的是早上九点,晚上六点。 - 嗯,而且你现在大肆时间也比较多。 - 嗯,之前那个时间就是因为是晚班的关系。 - 可是我觉得刚开始你在都是零的时候,做这个时段, - 可能也是因为这时段所以比较好进去。 - 但就会有一个经验。 - 嗯,对。 - 那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报纸的媒体,就是学到了什么东西? - 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两个不同报纸的媒体是对立的关系。 - 因为是现在这一间的时候,我的主管就说,那你之前都写什么样的新闻。 - 你那时候写什么? - 我那时候,我们算是即时新闻。 - 所以基本上你写出去的新闻是编辑会帮你分线。 - 是,所以比较偏向社会类的比较多吗? - 嗯,我觉得生活类的还有社会类的比较多。 - 可是生活类占比较大多数。 - 我那时候写还蛮多国际的新闻。 - 像日本的新闻。 - 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学日文。 - 所以我那时候又抢不过别人。 - 就是大家都在写新闻的时候,你的速度因为没有那么快,所以抢不过其他的同事。 - 就是可能他们现在,那时候刚好是那个疫情的开始。 - 所以会很常有疫情的更新。 - 然后他们可能一发那个稿,他们会抢很快,就是直接去后台登记说我要写什么。 - 哦,所以你们是有个后台,然后很多,就是你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有什么内容进来,然后我要抢这个,我要卡这个。 - 没有没有没有,是你要自己去找新闻,然后或者是说记者会丢新闻给编辑,然后编辑会丢到群组。 - 有时候是指派的,然后有时候是你们自己去抢,可是我一定抢不到。 - 我想问一下,记者跟编辑的状况是,记者是去外面采访的那个人,然后编辑是把他采访的素材整理,写成文章的人,是这样吗? - 嗯,对,但是记者通常在外面采访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写一篇稿,但编辑的话,他们会把记者的东西可能再加上其他,比如说像吕秋远律师,不是很喜欢发文吗? - 然后比如说某一件事情,然后记者写了一个稿,然后这个律师可能说了什么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两,编辑就会把这两件事情再写成一篇稿。 - 哦,就整理过,更丰富的资讯。 - 然后再放在你们的网路上? - 对,或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陈时中可能发布了什么,然后又写了一篇稿这样子。 - 哦,然后你当时也是做这个工作? - 对,然后那时候真的抢不过别人,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至少也要写出东西。 - 所以自己去找一些素材? - 对,所以我后来找的都是那种日本的国际新闻什么的,因为国际新闻大家不太写。 - 我现在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内容是查询流量跟点阅。 - 嗯,然后也会发现说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蛮,应该说大家其实一直说台湾的新闻很没有素养。 - 可是因为流量呈现出来,大家看的东西就是那些,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容易会写这些东西。 - 其实内容就一定要什么,呃,网友表示。 - 行车记录器。 - 还是什么网友坦言。 - 然后就是什么知名人士爆料。 - 就是这种就一定会被点啊。 - 对啊,然后什么爆料公社。 - 对,然后点完之后下面又会骂。 - 就是留言,很多留言又会说什么。 - 可是那些留言。 - 标题不实或什么的。 - 对,然后可是那些留言又让流量冲更高。 - 所以你们到底是想要让流量高还是不想? - 应该是想。 - 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就说过,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写了一个新闻,然后被长官改标题。 - 然后但是那个标题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 对,然后。 - 但你会去沟通吗? - 嗯,我后来看到的时候才发现,而且已经发出去了。 - 然后但那篇点因为很高。 - 然后下面大家都在骂。 - 骂的点是什么? - 骂的点就是说。 - 土文不符。 - 没有,他说挑起就是政治对立。 - 哦,所以你现在有在写政治线的新闻? - 没有没有,那是上一间公司的。 - 哦。 -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写的是跟疫情比较有关系的。 - 但没有要扯到政治。 - 然后但因为标题被改了几个字之后,就变成政治对立。 - 很政治。 - 对,变得很政治。 - 哦。 - 然后后来就是下面大家都在骂,就是很生气啊。 - 可是流量超高。 - 还让我拿到流量的奖金。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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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后。 - 所以你们流量标高是可以拿到奖金的哦。 - 嗯。 - 所以那你会有,有欲就是为了要冲高流量,然后去,就是。 - 嗯。 - 标题党,变标题党。 - 我那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媒体新手,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了很多家的媒体,就是有的真的会写一些农场标题。 - 然后我自己也会尝试,就是说真的,我自己也会尝试去写农场标。 - 然后真的很幸好我遇到一个带我的就是同事,然后他已经就是出社会很多年了。 - 然后那时候我的稿要先给他看过,然后他看过之后他上稿才能这样总编总编辑看。 - 然后那时候我写了某个标,他就马上退回来给我,就直接跟我说不要写农场标。 - 然后我觉得太丢脸了,就是。 - 你被他这样毁的时候。 - 对,就是我觉得很丢脸,就是你在做什么其实别人看得出来。 - 嗯。 - 嗯,然后所以从那之后下的标就是很很保守。 - 那你会不会觉得下标很难? - 嗯,不会,但是如果你要下,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你要点阅很高的时候你就会卡在下标很难。 - 哦。 - 嗯,因为标题的确会让你的点阅率,就会影响你的点阅率。 - 嗯,我其实最刚开始想要当记者是因为,我想要到那种片项,去写那种专题的东西。 - 哦。 - 嗯,就是我觉得这样一直到处跑,然后跑去片项也很好。 - 那你这两间媒体都很不适合做这件事。 - 对。 - 没错。 - 然后但就觉得因为是新人,所以总是要先从最基层开始做。 - 嗯。 - 你才能去做啊,因为像那种专题记者都要,你都要做,精力都要很高,可能五年十年,你才可以自己去写一个专题。 - 像那种,呃,台式,你大概过了十点吧,他们都会有一些专题的新闻。 - 国际的啊,专题的啊,对对对对。 - 什么最前线的。 - 最前线,对对对,类似那种的。 - 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写一些片乡的那种弱势族群,像那些学生啊什么的。 - 对。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可是那种记者通常都要当了大概十几年,就是真的要很资深,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 -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件事之前呢,你就要先经历过,就是可能你的标题,会调起诊断。 - 就是不要农场这样。 - 对对对对。 - 就是,可是我说,呃,他那时候纠正我说不要农场,可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他觉得应该要农场。 -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真的都不一样。 - 真的,就像我刚刚在跟你说,我录Podcast,就是很多人也会跟我讲,你应该要怎样,或是你应该怎样。 -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回到你自己,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取悦每个人。 - 嗯。 - 大家都不一样。 - 但是你写一个新闻,你的立场跟很多人可能也会不一样。 - 可是我觉得,回到你自己的初衷,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 对。 - 还是蛮重要的。 - 没错。 - 那你之后还会继续走媒体业吗? - 会。 - 而且我。 - 那大事了吗? - 会,会。 - 而且我其实真的比较喜欢在外面采访的记者。 - 嗯。 - 因为我刚好现在这间公司,就是有个长官,他很资深。 - 那时候就有听他说,有一次澎湖空难,然后他去采访。 - 就是他说他那时候,哦,因为他现在变成编辑,但他以前是在外面跑那种记者。 - 然后他说那一次澎湖空难,就是他们搭着那种直升机,就是去救援。 - 然后他们就是去打捞尸体。 - 就是尸体就会跌在他们旁边。 - 因为他们一次出动会耗费很多人力跟金钱。 - 所以他们其实一次出去,就是打捞尸体会尽量,能捞越多越好。 - 对,才不会浪费很多人力跟资源。 - 嗯,没错。 - 然后他说那一次就是他看到很多尸体跌在他旁边。 - 所以他是坐着直升机,一起去采访。 - 对,一起去采访。 - 一起去打捞尸体,一起采访。 - 对,所以他就在那一架直升机上面。 - 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他很多,他经历过一些采访的东西。 - 其实我会觉得。 - 那是你想要的。 - 对,那是我想要的。 - 因为当你看过那些东西的时候, - 他会把这些东西很完整的呈现在别人面前。 - 就是可能转换成文字,呈现在别人面前。 - 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所有的就是开始跟结束。 - 所以以后你会想要偏走记者这个路线。 -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 可能在其他行业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 就是可能记者这个行业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种的人。 - 嗯。 - 或是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 我觉得这蛮新鲜的。 - 因为我不喜欢一直,就是生活很固定。 - 你不喜欢做routine的事情。 - 然后每天就是一成不变。 - 然后临时薪水那种。 - 对。 - 对,那种生活。 - 有可能我五年之后三年。 - 可能明年我就觉得我也不喜欢这种每天都要很不一样的生活。 - 对,但至少现在。 - 会比较喜欢那种很不一样的生活。 - 那现在要,即将要毕业了嘛。 - 对。 - 对,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 觉得之前很想要快点毕业。 - 可是现在又突然觉得可以慢一点。 - 就是会有点紧张。 - 因为不见得就是每件事都可以符合自己的期待。 - 可是你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很稳定的兼职的工作。 - 你像正职一样上班耶,只是没有每一天去上班而已。 - 对,其实我这样也是周休二日。 - 就是那两日是上课的时间。 - 哦。 - 所以等于说你几乎每天都在上班耶。 - 不是上课就上班。 - 对。 - 哇哦。 - 很不简单我觉得。 - 对。 - 可是我觉得可能身边的人也很努力。 - 所以我会不敢耍费。 - 觉得我自己能力也没有到非常好。 - 所以我会担心。 - 就会先担心。 - 所以会想说那一边先做。 - 至少可以比别人早开始。 - 我觉得如果没有经验,然后又很想要走媒体业的话, - 可以真的。 -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 - 嗯。 - 因为我遇到很多同学,就是很想要做媒体业。 - 可是他们会觉得说没有机会。 - 因为可能科系不相关啊什么的。 - 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其次。 - 就是不管你要做行销啊,或是公关那种的。 - 或是自媒体什么的。 - 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先去做做看。 - 先跨出一步。 - 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没有介绍我到新闻研习社, - 我就不会有今天刚好在媒体业工作。 - 所以这真的跟我有关哦。 - 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耶。 - 因为如果当时没有的话, - 那我觉得我后来就是不会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 - 因为我觉得那个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 - 很重要。 - 对,真的很重要。 - 所以你就转换了跑道。 - 对。 - 然后到了现在媒体业这样。 - 对。 - 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个正在跟你一样年纪, - 或是差不多对人生一点迷惘, - 然后即将要步入社会的小妹妹们说。 - 小弟弟也可以啦。 - 我觉得如果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 就要现在去做。 - 先不要管薪水高不高。 - 很实际。 - 对,薪水高不高啊, - 或是很多可能有很多阻碍。 -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因为还很年轻, - 所以想要做什么就先去做。 - 因为之后你老了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 你怎么感觉有点像是从40岁回来看20岁。 - 你看20岁吗? - 就是要现在想要做的东西, - 先不要管说其他, - 不要碍于现实考量。 - 然后去不做你现在想要做的东西。 - 真的很重要。 -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 - 越来越清楚自己人生的目标。 - 然后找到自己有热情, - 然后有使命的事情。 - OK,大家拜拜! -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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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